大家好 在成都平原上的农圈山 不仅有非常熟悉的自然风景 还有很多历史名声 像在成都平原上 大家都二熟了一乡的诗经寺 除了诗经寺以外 很多历史名声估计 本人们所忘记 或者是已经不知道了 其实在诗经寺附近 也就是在农圈山境内 这边还有一座千年的故事 这座故事可能知道的人很少 它就是位于罗戴古镇境内的金龙寺 据说金龙寺里面的山门是很特别的 其他寺庙中所不具有的那种山门 还有在寺庙当中有两座农镜 一记在流传中说 金龙寺有老金龙寺和新金龙寺之分 今天这期视频 我就和朋友们一起去了解那座 古老的金龙寺 金龙寺它是在山丁上 从成都过来或者是从其他地方过来 最好就是自家 因为从成都市区过来 它需要转车 在成都市区可以称作219路到罗戴古镇 罗戴古镇它那个汽车站里面 它有一路853路到金龙长城 爬长城到金龙寺 今天我们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爬金龙长城 因为金龙长城这边走过来的话 是那种人为的景观 我并不是很喜欢 而是直接到了金龙寺这座山的下园 这个位置没有公交车到这里的 只有自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到这里 在自家路途当中 我们朋友们可以停下来走到这里 因为在这里的路上很多老地民 这些老地民这些地方原先都有人居住 现在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叫观影桥 这个名称就比较老 曾经这里 这一片附近应该是居住有人家 现在已经没有了 河道旁边的株林 就是这里曾经居住人的一种见证 山中像这样的四户院子 现在已经见到不多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院子叫布家院子 这是一个四户院 应该说是几代布家人在这里居住的一个环境 现在这里也是大门紧闭 应该来说或许是搬迁了 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 已经没有住在这里了 像这样的四户院 在龙泉山的山林之中 现在变得非常的稀罕了 旁边这里还有一个篮球场 以及一些运动设施 或许这里曾经是社区的一个运动场所 但现在这里都变得非常安静了 已经没有以往的喧闹声 整个山中很难看到有人在这里行走 偶尔能看到有汽车从这里经过 一幅室外桃源 人间仙境的画面 现在我们来到金龙寺这座山了 这是车上不来的 只能停在下面 因为疫情的原因和防火的原因 这一段我们只能步行上去 金龙寺所在的这座山 它是叫北茂山 寺庙就在山的顶顶上 这座寺里是悠久 在古代是四川盆地东燕上的一个名城 金龙寺的由来 源于当地民间北茂山 为北茂化身的古老的一个传说 因此北茂山又被称为金龙山 站到山上 我们可以俯瞰成都平原 这是今天武器很大 只能看到山脚下的这一块平原 远处的就是乌蒙蒙的了 金龙寺最遭监于啥子粘的呢 根据整理的就是冲修 被茂山金龙寺的北极所记载 金龙寺大概就是世间余 两汉时期 约是在公元前206年到220年之间 后来在厚州时期 大概就是公元947年到950年之间 又进行了窥监 如果从窥监算起来的话 到现在已经有1070年左右的那个历史了 所以说金龙寺还是非常古老的一座寺庙 山顶今天虽然没吹风 但是还是寒气必烈了 路旁我们看全是这种悲数 一二脚深非常清脆 虽然是山路 但是这个路还是比较宽比较大 走的人还是比较多 说明到这里来 朝白或白夜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这一段的风景很漂亮 特别是这几棵树 我们看这几棵树很特别 只有一边有树枝 另外一边是光秃秃的 在这一块的悬崖上 不知道有没有摩崖石刻佛像 在这里有很多人在这里击败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砍了一下哈 也没有砍到有那个佛像 最终有了一种石砍 一个石洞的那个地方 灰溪原先这里就有摩崖 但现在以这都看不到了 只能砍得到一个石洞而已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 有一个特别哈 我们看那个石头这个位置 这个石头上很规定的一个洞 一个圆形的石洞 很多一圈石洞 这个石洞不知道在这里是什么原因哈 很规定 我们进去里看一下 不知道这个石洞是什么原因哈 它这是一段人工打造的一个石洞 在我们悬崖的另外一边 这边我们看这个有条小路 这个位置应该就是原先 在老迪金龙寺的位置 这边有一派摩崖着像 我们来看一下 哦 哦 就这个位置 但这儿的摩崖造像 朋友们全都被封了 用这种钢板折荡去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哈 这个人排 这儿也是 这个地方的摩崖佛像 我们还能看得到 就这一尊石洞 我们看那个造型 我们看石洞 这种风格 又明朝的那种佛像的风格 只能看到到这儿了 这边全部都是风了的上面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片哈 这个石洞 这一片 这边全都是摩崖石开造像 啊 风了 我们看这上面那个位置 还能看得到那个造像的头部 这个位置就是金龙寺的 老金龙寺 新金龙寺应该是在上面 前面下去 这里就是金龙长城的路客 从这里可以直接走下去 走下去就到金龙湖里边 还是可能有两公里多左右吧 在我们身后 这边一个厅子的这个位置 这上面就是新金龙寺 前面的位置就是金龙寺的山门的位置 很多地方都说比较特别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个山门特别在什么位置哈 有什么特别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里就是金龙寺的山门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柱子 但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条龙 滚龙寺 在柱子的顶端 也就是山门的上面 还有一两条龙 整个山门上就有六条龙 像这种山门真的是在其他寺庙里面 不多见 也很特别 进来过后 这里是寺庙的罩笔 一个模糊的罩笔 罩笔上的字都有些斑驳了 进入这里面就是正典了 金龙寺 我们看这里的建筑风格哈 是这种明朝末年 清朝初年的建筑风格 但整个寺庙的建筑 应该来说是 时间不是很久 最多也就是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左右的建筑了 金龙寺 点狱里面我们就不进去拍摄了 我们就在外面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里整个寺庙的点狱 规模不是很多 最后一栋点狱 在整个寺庙 从我们刚才这里的山门着笔 我们刚刚走过来的这栋点狱以外 这是后面的这栋点狱 寺庙的点狱 不是很棋盘 也没有金碧辉煌的那种骑士 但在这里的位置 可能是很多寺庙所不具有的 因为它是在山顶之上 这座山叫北茅山 寺庙就在北茅山的顶部 这里的海帕是八百多米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点狱 应该是寺庙的主点 相对这一栋点狱的建筑 要气派一点 在点狱的下面 这里还有一个儿弄洗漱的一个雕塑 如今的金龙寺 虽然没有千年故事 一种风味 甚至有些破酒 但位于山顶之上 那这里几百和百集的人 还是很多 在这里也有一棵菇树 终于看到了一棵菇树 凿架树 这个菇树的树林 是在尔北七十八年的树林 人们相传在寺庙里面 有两口龙岩井 但我在寺庙里面走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龙岩井 或许龙岩井 由于时间久远 已经被填没了 或许 只是明镜的一个美好的传说 金龙寺 我们看过来 它这里有千手观音店 还有前面的这栋店 但没有我们常规去的那种寺庙里面的像大雄宝殿 藏金楼等等 所以整个电影显得很简易 很简单 规模比较小 谢谢大家